小新用屁股游泳的方式居然成为了国家花样游泳的代表作 这天广志和美牙带着兄妹俩来到游泳馆游泳 可却不见小新的踪影 广志左看右看这才发现了小新的踪迹 随后广志悄悄地跟着小新来到深水区 结果眼前的一幕让父子俩看得直流口水 不料 看得太激动的小新一步小新从跳台上掉了下去 广志见状一个剑步跳入水中 就在落水的一瞬间 却看到了小新挂在了旁边的跳台上 阿伯 你这么想游泳吗 才不是呢 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这边的游泳池被我们租用了 不可以进来 真是对不起 我的孩子差点掉下来 所以 我爸爸好好改进的 臭小子 那就拜托你们了 虽然广志一口答应了对方 但是这里这么多漂亮的小姐姐 广志和小新都不愿离开 看着在水中游泳的小姐姐们 小新好奇地询问广志他们在干什么 广志表示这叫水中芭蕾 是游泳项目的其中之一 奈何小新却听成了护士催眠术 那么你说的那个水中催眠什么东西是什么 是水中芭蕾 一种游泳比赛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在水里面跳舞 哦 跳舞 你懂得还真多嘞 拜托 不是那个 你也很喜欢吧 我才不喜欢 这时 两人喧哗的声音引起了美牙和游泳教练的注意 为了不打扰到小姐姐们训练 美牙就训斥父子俩赶紧离开 广志文言一脸严肃地表示 美牙 这样处理真的好吗 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让他们增广见闻 这不正是我们身为父母的使命吗 没着没着 哼 别在那里满口大道理了 你只是跟你儿子一样想看女生吧 随后女教练告诉他们 现在正是花样游泳队准备世界大赛的关键时期 如果只是在旁边悄悄观看不打扰到他们的话 她是不会阻止的 于是广志警告小新 一定要安安静静地在一旁观看 要不然就要被撵回美牙那边去 就在广志以为小新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观看时 小新却突然不见了 原来是小新这小子跑到水中 跟小姐姐们表演起了水中芭蕾 游泳教练健壮实在忍无可忍 一边愤怒地训斥广志 一边向广志抱怨 这次他们游泳队面对的是强有力的各国精英 如果不能练出王牌必杀技 他们的胜算微乎其微 广志文严厉马向对方鞠躬道歉 结果小新这小子却在水里泡起了牛 随后在父子俩追逐的过程中 小新独特的游法却被游泳教练看在了眼里 不久后 广志一家在客厅悠闲地看着电视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花样游泳比赛 而上面的队员正是那天去游泳馆遇见的小姐姐们 我们好像在哪里进过 难道这是